如果我們的警務人員不是太空閒的話 可能真的欠缺了一點點常理 common sense 我們可以輕輕鬆鬆地當作一則笑話地來看看以下這宗新聞 大家認不認識或記不記得誰是Howard Howard經常用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形象現身遊行現場的A4金正恩 去年10月28日有10個警察上門運他還搜到房子 結果以涉嫌無牌管有槍械將他拘捕 警方說去年4月曾經有一把BB彈槍寄到他的地址 Howard說他從來沒有收過BB彈槍 究竟有沒有人在說謊呢 結果就是這樣 經過一輪搜查後 警方是沒有任何發現的 我不是說警方說謊 我只是提出這一點事實 當日的確是搜不到相關的BB彈槍 警方當然很勤力把Howard帶到機場警署 拿了他的手提電話 你可能會問為何警方會這麼認真 原來有關的BB彈槍的能量輸出 是超出了法例的許可 所以可以被視為真實的撫棄 似乎警務處對Howard很有興趣 根據Howard透露 警方早就派人監視他的動向 因為在調查期間 警員曾經提及 在去年7月1日和10月1日 都延伸過中環支持示威者 你知不知道Howard有甚麼想法 他說懷疑警方拘捕他的真實原因 是與警方口中的BB彈槍無關 反而是他過去透過模仿反奉中共 而遭到拘捕和騷擾 有沒有那麼嚴重?Howard 我想不是幾次會這樣做 其實共產黨自己也說過 共產黨是罵不到的 所以警務處根本無需要為這些事憂慮 不過公道一點 我們也應該看看警方在這件事上有甚麼說法 警方說在去年4月7日有人報案 說在一個空油包裹裡發現有一支氣槍 一件工的零件 一些圓粒和金屬子彈 機場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三隊 經過深入調查後 才在去年10月28日在中區 拘捕了一名41歲姓李的男子 我想這應該是Howard 涉嫌無排床有火氣 彈藥或槍鞋 被捕的男子已經是獲准保釋後查 警方對每一宗案件都會按既定的程序 用認真和專業的態度去處理 還會根據掌握的資料和證據作出跟進行動 他們不是在毫無合理基礎上 隨便地拘捕任何人的 Howard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物 他可以說是全球 是全世界第一位模仿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演員 他是在香港出生 在澳洲長大再回來香港定居 他亦是一位音樂創作人 一切都可以說是由2013年開始 那一年的愚人節Howard是貪玩 上載了模仿金正恩的照片 一炮二熊大受歡迎 好玩之遠就開始了他的模仿者職業生涯 不要低估他的曝光率和知名度 Howard經常現身香港的抗爭現場 經常被各大國際媒體刊登他的照片 有相關的報導 2019年特朗普和金正恩會面 更為他的事業帶來了新的高峰 Howard和另一位特朗普的模仿者 在越南河內高調地出蠢 大家應該記得 結果是怎樣 被警方跟蹤 幾天後還抵制出境 這件事引起了網上和國際媒體的一些迴響 就香港這件事Howard到現在還未被起訴 但每六個星期要到警署報導一次 在去年12月報導的時候 Howard又發揮了他的演員和創意本色 帶著他的道具火箭去報導 用來諷刺警方的拘捕行動 Howard說他曾經向警員質疑 拘捕他的基礎是荒謬的 但對方表明跟他說 拘捕的命令是來自更高層的部門 他們只是在工作 Howard也挺坦白的 他跟傳媒解釋的時候 他一直以模仿金正恩做他的工作 他過去也使用過 仿BB彈槍 仿BB彈槍 仿導彈和仿核彈 作為他表演的道具 他說 如果都知道我拍《決戰金將軍》這遊戲廣告 地鐵也有 槍要來做道具 工作需要 他沒有忘記為自己宣傳 還告訴媒體 拘捕他的警員 有他的粉絲 也很熟悉他的作品 說起BB彈槍大家可能會有印象警方曾經在2017年拘捕了 一個藏有未組裝BB彈槍的年輕人 他是學生動員的當時成員 劉康 這件案件最終被法庭撤銷了控罪 劉康在2017年12月立法會討論 修改議事規則時 在金鐘被搜出未組裝完成 未上槍閘的BB彈槍 而被捕 2018年被裁定管有仿製火器罪成 判署了18個月的感化令 但上訴後 獲得撤銷定罪和刑罰 律政司司不服 繼續追殺再上訴 但高等法院說 涉案的氣槍 數十元在玩具店買到 當然也考慮到 劉康案發時只有16歲 平衡各方的利益後 拒絕重審的申請 其實近期有 時不時 有些社運人士都被警方 用管有仿製火器 或是非法管有槍械拘捕 2020年11月 元朗區議員黃白宇 在他自己的家裡 都被警員搜出大批的仿製槍 亦是以管有仿製槍械和彈藥 被捕 而去年10月 一名准學警被人投訴 參與社運 警方說在他家裡 起鑊了四把仿製槍 類似Wall Game的裝置 而管有仿製火器的罪名 用這個罪名 拒捕了准學警 這些指控和罪名是很嚴重的 我們又可以增長一些知識 根據火器及彈藥條例 任何可以發射子彈 或者投射物 槍口能量超過兩招耳的器槍 屬於槍械 所以獲得由警務署長簽罰的 管有權牌照 才可以合法管有 若不是一經定罪 最高可處的罰款 是10萬元 和監禁14年 如果大家有類似的物品 作為收藏品 作為玩具 最好檢視一下 有沒有違反這條條例 免得多個理由或者原因 被人拘捕 大家極有可能 沒有察覺到現時法例 在這方面 有這樣的規管 在法律的原則下 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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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辯護的理由 Ignorance is no defense 大家要小心 保重 千萬不要異身事發